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台北的 牡蠣拉麵二屋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這家店蠻有名的 那我們來吃吃看 在赤豐街的巷子裡 這個是全部的菜單 今天客人還不多 算我幸運的 那我就選那個 賀農生牡蠣炸彈 都是這種小小的位置 那平常是會排隊的 所以要早點來吃 這個福利不錯 還可以加半球麵 好 其實蠻輕易的 都沒有拍到隊友 好 最後一個熟的牡蠣 帶克牡蠣跟一個生牡蠣 那現在就吃吃看 先從湯頭喝起來好了 這個湯頭感覺非常濃郁 有這個濃濃牡蠣的鮮味 再來這個很大顆的生牡蠣 滿滿的海洋力量 濃郁鮮甜 很Q彈 那生牡蠣真的太棒了 再來這個熟的 好 如果你是喜歡牡蠣朋友 這邊的牡蠣應該會很喜歡 滿滿的牡蠣主題 超好吃 好 超燒肉很薄 感覺很Q彈 沒關係 豬腳是牡蠣 再來是蜜 謝謝 掰掰 我覺得那麵 雪麵硬的話 這樣吃起來很濃郁中帶著清爽的感覺 嗯 超好吃 讚喔 感覺非常棒 好 它還有一個清湯模式的 就是兩種濃湯跟清湯的牡蠣 拉麵 好 再來這個糖心蛋 哇嗚 喔 真的很潤啊 好 料理上都非常用心 好 料理上都非常用心 嗯 好吃 好 茶燒肉比較薄啊 這個比較沒有什麽存在感 嗯嗯嗯 好 湯頭濃郁美味喔 然後帶著濃濃的牡蠣香氣 鮮甜啊 還有牡蠣 生牡蠣大顆 美味好吃 好 相當有特色 好 相當有特色 但是因為比較貴一點 好 那分數90分 好吃 讚 好 可以再加一球麵 應該是無限加啦 那我加一球就好了 好 無限續麵 好 那加麵好了 就這樣加下去看 OK 嗯嗯 好 單吃這個麵喔 這個濃湯這樣吃起來也很鮮甜 很棒 算是很特別的拉麵店 嗯 好吃 如果 口袋粒有一點錢 然後很想吃這家麵店的話 就建議推薦來吃吃看 可以炒身一吃看看 讚 讚 好吃喔 好吃美味 現在門口已經排隊排起來了 所以這還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拉麵店 好 那跟我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掰掰 好 那就帶一點點街景 好 就在捷運站的旁邊 好 就在捷運站的旁邊 好 就在捷運站的旁邊 好 那這邊就有很多個性小店啊 好 那這邊就有很多個性小店啊 娘子家咖啡 那就帶一點點接拍 希望一個朋友會喜歡 我本來是想要吃這家的麵線 那看來就接不到了 這家也是很有名的咖啡廳 登坡咖啡 拉麵店值得吃一次看看 你看它的口味蠻特別的 別的地方都吃不到 原來這家在這 我一直想要吃 但是都找不到 它裡面音樂很大聲 我就用外帶的 好那外帶的人也蠻多的 重點完全在這個大腸圈 這個 妹妹這是十二桌嗎 我一個青菜 再九十 謝謝 好那這個就是雙圓巷仔內的大腸圈 這是經常上電視的店家 我選那個花生跟原味的各一半 我選花生跟原味的各一半 我選花生跟原味的各一半 嗯 好吃又緊實 這個傳統小吃好吃 而且又不貴 讚讚讚讚讚 現在各位都有看到那個小蟲子爬過去 這個就是小吃店會比較油 把它走掉了算了 高級的店這樣就不應該 小吃店就點點點點點 60塊這樣 好吃 但品館可能要再加強一下 分數80分 扣一下 但是東西好吃是真實的 讚 傳統小吃很美味 讚就看各位怎麼選 高級拉麵店跟這個 巷弄小吃 就看各位選哪一家 這個這樣才60塊 香香辣辣的很美味 這個皮很讚 口味相當不錯 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 好那現在就開始下雨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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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就在捷運站邊 所以外國朋友來吃也會很方便 那就祝各位朋友有愉快的一天 掰掰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麥克大叔 今天就來到萬華的手工刀削冰 這是這一攤正面的樣子 好我來了三次喔 這次終於可以吃得到 開心啊 好阿姨妳好 那我要一個冰這邊吃 謝謝 我可以弄湯 可以弄湯 對對對 阿公不在 他現在沒有這個味 這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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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是不是比較早收阿 沒有啦 大概幾點 喔大概幾點 本來是說到五、六點 到五、六點 現在有這裡 到三、六點 兩、三、六點 喔這樣喔 好 好那再來就是這個很有名的香蕉油 古早味 好謝謝 讚 好啊 好啊 如果下雨阿姨就會休息這樣 對啊 這次都平衡都不穩定了 這樣就好 好啊 這樣就好 有這裡滑下去就沒有人吃了 這樣 好 好 謝謝 好那現在就來嘗嘗看 感動啊 感動啊 終於要吃到了 還有各種好料 整個配置就是很古早味 對阿 嗯 有綠豆有小小粉圓 然後 米苔木 還有那個什麼 大豆 還有鳳梨 真的古早味好吃 一碗五十塊 冰羊消暑 消暑冰羊 好 好 真的很好吃 還有綠豆 還有這個香蕉油的香氣 真的很棒 好 簡簡單單 但是味道不簡單 酸酸甜甜 甜甜酸酸 然後還很香 嗯 好吃 就等你來品嘗喔 讚 所以我覺得是滿分 好那這個古早味的 目前就只剩這一家 好 古早味的 好那就賣完就會瘦 好 那各位來就祝你吃的開心 拜拜